今天来吃一口非常好吃的拉面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豆腐块小菜 记得虾泥不要多的太碎 这样口感会比较好 黑胡椒 盐 淀粉 蚝油 简单调味 倒进模具里把表面抹平 蒸40分钟 重点来了 汤达人的两种口味拉面 一个是金汤牛肉 一个是番茄猪软骨 这个拉面的料包是真的多 足足有7包 非油炸的鲜面 低油脂 劲道爽滑 汤达人的汤头就不用我说了吧 和拉面店的汤头有的一瓶 用的是新鲜豚骨熬了8个小时 番茄的场地是新疆 切红素和维生素都比其他地区的要高 豆腐块蒸好了 裹上淀粉就可以下锅煎了 煎到焦黄后翻面 口感细腻 还带着酥脆的豆腐块 搭配着汤头浓郁的番茄酥脏骨 还有鲜辣酸爽的金汤牛骨 快途给你爱的人吃吧